居然背负温宰!孙慧雪丢下碧宰半夜夜谱!四皇一后忙得很放不舍地回家! 前宅男女神孙慧雪自从前年12月怀孕下嫁嫁圈外有女男友Edwin,去年7月诞下儿子Riley后,经常在社交网上大晒baby成长的萌暴响,可说是有B1十足啊! 但日前上周午晚凌晨,孙慧雪居然背负温宰,约一群男性朋友买去中环兰贵方喝酒 四皇一后一边喝一边轮流吸水烟,人气更是嗨!抱笑开!好!happy呀! 甜美的孙慧雪自从做了新手妈咪后,因药味母乳不敢减肥修身,以往的33C魔鬼身材现在已暴涨成一团肉,体重一度高达140磅,女神崩坏,曾患上轻度产后忧郁 现在孩子已经八个月大,孙慧雪也开始半母乳半奶粉,加上来临的七月会开拍新剧,人气急开启手声大忌 现在的他比坐月时受了将近十千克,有回忆面的孙慧雪也开始放心出街减压,其中一日更被头条新闻记者发现他居然半夜外出,被老公温宰 日前Happy Friday,孙慧雪尽凌晨独自出莫兰桂房,身穿掌袖山遮肥肉的他去酒棒会和三个男友人 一女三男开心吹水,人气被哄得不识笑道咪成一条线,风骚娇笑 不久,孙慧雪的男性化打扮同性好友也前来会合,坐在女神身边 有密友相伴,雪雪玩得更放,索性将头挨向同性密友撒娇 之后孙慧雪更是一副典型的烟产动作,想不到做了妈妈又是人气女生的孙慧雪 原来是这样的 开心Gaterin至二十许,雪雪发现有记者,开心温宰大计被撞破,人气妙素黑面,再马上和同性密友走老,九秒九打的反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